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坤 离比赛还有七八天的时间 现在是晚上凌晨三点半 我睡不着就决定做几个俯卧称 为什么要做俯卧称 因为现在训练基本上就是 重量特别小 然后次数特别高 主要是雕刻一些细节 而且我的胸比较弱 整个胸都比较弱 所以做这个普通的这个俯卧称 对我的胸部其实发展最有利 我是比较欠缺这样的训练 而且我这个做佛称的时候 我的胸的收缩是比平板窝腿要好得多的 所以我最近练的这个动作比较多一点 然后现在也睡不着 因为有点饿吧 可能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胸充血的状态 现在就是肌肉看前面比较干 你看这个胸是拉死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的胸是很薄弱的 是我比较弱的鬼 但是这个稍微体质低之后 然后干了之后 这视觉上看就稍微好一点 其实我之前包括前几天一直都是低碳 一直没有说完全不吃碳水 但是这几天开始逐渐变为零碳 是因为这个相信大家有控制碳水减脂的小伙伴应该有体验过 就是说你低碳了好几天 然后猛的一吃碳水 然后感觉身体特别胀 感觉肌肉特别饱满 反而看起来更瘦 就是这个原理 只是这几天马上要上台 利用这个原理可以做到极致 那么当你断碳的时候 再通过你的训练 咬咬牙坚持下来的那种比较糊弄的训练 和这个有氧 把你的鸡糖原榨干之后 你再次去吃碳水 也就是说等到你冲碳的时候 你的这个碳水的利用率会非常好 其实这个利用率 我认为就是你的身体对碳水非常的敏感 你在收入碳水的时候 你的肌肉会非常非常的顶 就有感觉 你的碳水会冲到你的肌肉里面 你的肌肉会 那你肌肉顶了之后 反而看起来会更干 呈现一个更好的效果 毕竟大家参赛站在舞台上 肯定是看谁的肌肉更好看 你肌肉肯定饱满很重要 对吧 如果你体质很低 那你也掉了很多肌肉 或者你体质没有剪下来 那不管怎么说 这都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我们上台就为了 把最好的状态给展现出来 你说对吧 其实这样的下训练状态确很差 也没有拍视频 没有拍训练的视频给大家 但是我翻相机里面 有好多以前的素材 就是我那几天冲碳之后的 一个手臂训练 和龙哥一起 我们去外面的监视房链的 那个时候的状态 就是冲完碳 进入饱满时候的状态 看起来会比以前大 给大家看一下 OK 其实背赛还是挺焦虑的 也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心情 那我们很快的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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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